大家好,我是Patricia 今天是冬至 按照北方的习俗 我们都是要吃饺子的 那我今天就做一个水晶虾饺 这是我准备的一些材料 我准备的是一些小虾仁 我用来剁虾泥用 然后这个大虾 我给它切成丁 好了,现在这个大虾 我们已经把它都去了壳 去了线 都清理干净了 虾仁的重量是150克 这个7只大虾仁 是差不多130克 所以总共差不多280克的虾 现在我们稍微用这个厨房纸 给它稍微清一清 切成两部分 这个大虾仁 我就给它切成比较大的颗粒 这样我们吃的时候 能吃出一颗一颗的虾来 带着粒就都切好了 剩下的这些虾仁 我们就给它就这么一拍 拍好的虾 我们就给它剁几刀就好了 很快就成了虾泥了 现在我们就把剁好的虾泥 放到一个盆里面 然后还把这个虾丁也倒进来 一起 现在我们就来调这个虾馅 看看多少虾 这里面呢 我们要给它放一些 一点料酒 料酒有雏心的作用 然后胡椒粉 再放一点盐 再放一点盐 差不多我这个小 一个teasbomb的样子 然后呢 一个teasbomb的糖 给它提鲜味 要顺着一个方向 把它打出这个胶质来 这样口感才好 然后还可以时不时摔它一下 增加它的胶质 这样做出来的虾馅 比较Q弹 小打一会儿 这虾就上劲了 现在呢 我们就放入这个 我用了50克的这个肥的这个猪肉馅 就是用肥镖自己切的 切成小碎丁 因为虾呢 它没有油脂 所以给它加一点肥油丁 特别小的丁 这个虾就更香 口感也更滋润 冻的那些彩豆 我放一些胡萝卜 你看你要放多少 多放一点菜也好吃 纯的虾也不好 所以量多量少 自己可以掌握一下 然后呢 你要是不喜欢放这些彩豆呢 你也可以放那个笋丁 切点笋或者马蹄都可以 那混匀了以后呢 我们再给它加上这个 差不多一个半个tablespoon的这个 淀粉就好了 就这样更嫩一些 然后再加上一些香油 好 再给它搅匀 你看这个虾馅多黏糊 都有劲儿啊 这个五彩馅啊 我喜欢 因为我们蒸出来 它那个特别漂亮 那个馅呢 就和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给它放到冰箱里面 冰上20分钟左右 正好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去准备这个虾饺的这皮了 怎么做出这晶莹剔透的皮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小麦成粉 它们有叫邓面的啊 还有呢就是这个木薯淀粉 这个木薯淀粉呢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用生粉啊 或者玉米淀粉来代替啊 这是呢150克的这个成粉 然后呢 这个是100克的木薯粉 然后呢 这个是260克的这个凉水 还有15克的植物油 最好是用猪油 咱们没有就用植物油就可以了啊 现在呢 我们就去把这个水呢 给它烧开 面粉里面呢 给加上差不多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啊 一点提提这个提加筋性啊 然后呢 把这个100克的那个木薯淀粉 倒到这个成粉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两种粉 给它搅拌均匀 一定要用烧开的水啊 100多哦 好一点一点倒进来 给它搅拌 边倒进来边搅拌啊 一定要把它烫熟哦 现在太烫啊 没办法下手 你等它稍微凉一点就可以下手了 不那么烫熟了 就可以下手了 你看 就可以把它揉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0克的这个 15克的啊 植物油倒进去 把它吃进去 揉到这个面里边 让它就更更滋润啊 揉了一会儿这个面啊 就非常的光滑了已经啊 这个 我们可以拿到板子上来揉了 非常漂亮的这个面就揉好了 好 现在呢我们用保鲜膜给它包起来 在那边醒面差不多15分钟左右 有15分钟了啊 非常的 嘿 柔软啊 我们现在这样啊 给它分成两条 一次啊 不要拿出来太多 因为它 倒是容易干了啊 这样 要给它 不用的时候一定要都包起来 好 现在咱们先来做这一个 搓成这种小圆条 好 切成多大呢 这样吧 正好 一定要盖上保鲜膜哦 一个小面剂啊 给它 就像我们平时擀饺子皮一样 不过你要小心 这个面非常的软啊 不要擀破了 一样 看 擀得非常的薄的一个 也不能太薄 一太薄了它非常的容易破了 现在我们就包住这个虾 好 因为这个皮呢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筋性啊 所以呢 很容易破 建议呢 不要一下包太多了 好 就这样啊 从这头就开始捏 就跟包包似的似 往前送 往前送 好 走到四分之三左右的时候 就把它一合 这就是一个小虾饺了 一顿也不能太薄 馅呢也不能太满啊 因为这个 这个淀粉的这个皮啊 完全没有张力的啊 你弄就容易破 所以要特小心 来 来 就是用你自己习惯的这个包的方式包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的虾饺都包好了啊 锅开了 我们上锅蒸六分钟就好啊 大火蒸六分钟 时间到咯 我们关火咯 锅咯 哦 这热气啊 哇 这就蒸好了 我们现在稍微晾凉一下啊 就给它摆盘咯 我们的虾饺就做好了 开吃咯 我调了一碗这个料汁哦 用了一点夫妻配片酱 还有醋啊 看看这个虾饺的味道怎么样 馋死了 这个皮啊 非常的Q弹呢 然后这馅你看看这馅 整个全是虾仁啊 太棒了 好吃好吃 嗯 看看 整颗的虾 这些虾呀 非常的鲜啊 这个馅 太好吃了 这一下子马上就吃掉两个了 嗯 大颗大颗的虾仁吃起来真过瘾 并不难做吧 大家快来试试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帮我点赞哟